有一说一 做到极致 这点让我很欣赏和佩服 其次 跳舞太帅 这街三才真正注意到她 真的被舞蹈吸引 随便摆度了下 看到她的舞感舞台 震惊了 太有魔力了 然后考古了一些 发现我这个老阿姨 居然有点着迷 总想看看关于她的内容 看了她的陪你 到世界之巅 发现这孩子演技 真的还挺自然 不出戏 随后一些采访啊 什么的看得贼欢乐 性格真的很吸引人 这么清醒又有实力 她的路会很远 我会看着她越走越好 心动只在一瞬间 喜欢某一个人 可能是她契合了你的某种愿望 或者某种人设 非常符合你的期待 这其中各种原因 都是说不明白的 王一博从我认识 她是一个明星开始 她始终没有带给我 她能脱颖而出 其他明星的特质 所以 对我来说 我并不喜欢她 她的人设 角色 还有所表现出来的种种 并没有吸引到我 我也说了 这是一个主观的东西 但阻止不了知乎大数据 我还是大概率会刷到她 也会有人邀请我回答关于她的问题 不懂街舞的人 看这就是街舞喜欢上的 街舞我个人感觉就应该很炸 一波王炸的每次出场都是最燃的 尤其开局舞蹈条威亚 谁舞台 特别喜欢 然后随便考古了天天向上 这几年 这孩子变化明显 最喜欢是她的少言寡语 但是坚持不放弃 这个年龄能这样坚持的心态 在伴随着各种黑情况下 真心不容易 双十一的舞蹈 又看到了不同风格的王一博 舞台感染力控制力真心好 被安利陈情令后不追剧的人 翻着看了几集 造型挑逸 不懂演技 所以也看不出来水平高低 但是整体上人比较舒服 希望这个小孩子越来越好